我们来看这题,下面哪些图形为Y对S函数的图形 有题目意思呢,我们来找Y对S这个函数的图形 所谓的Y对S函数的图形,也就是说我们找一个S的值 那么对应的就只能有一个Y值跟它对应 所以我们在这个图形上,我们就来先找一个S 那看看是不是只有一个Y跟它对应 所谓的一个S,我们就画了一条前直线 所以这里有一个Y值,画一条前直线,这里有一个Y值 那么因此选项A,它是Y对S的函数图形 我们再来看选项B,那么一样我们也画一条前直线 结果发现它有两个Y值跟它对应 那么因此选项B并不是Y对S的函数图形 我们再来看选项C,那么一样我们也画一条前直线 所以只有一个交点,这里画前直线一个交点 这里画前直线,那都是只有一个Y跟它对应 那么因此选项C,那就是Y对S函数的图形 所以题目要来求Y对S函数的图形,经过判断结果 所以选项A跟选项C,那么都是Y对S函数的图形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